做电影就要做到极致 要么是喜剧片让观众狠狠地乐一把 要么是文艺片让大家小清新一回 要么就是好莱坞大片让大家眼球看得过瘾 那最近就有一部即将在国庆党上映的香港电影《逃出生天》 同样也是十分别致 在发布会现场就让观众和主演们感受了一把无法逃出生天的紧迫感 1 1 Stop 在电影《逃出生天》的现场 我们的编导真的体会到了一把什么叫做逃出生天 主办方为了让主演刘青云 古天乐等人回味一下拍摄时对抗烈火的感觉 就在电影的发布会上真的上演了一出喷火场景 让提前不知情的主创吓了一跳 我觉得拍的时候也不太危险 最危险就是刚才我们宣传的时候这个火 因为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 他们一来就哄 我觉得刚才是最危险 这部耗资1.46亿的影片 因为要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在荧幕上呈现出惊心动魄的火灾营救场面 所以导演为了画面震撼又逼真 除了特效更是动用了真火 效果是有了 但这可就苦了主演刘青云与古天乐 大部分的拍的心肠都是真火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场口就是导演要求我 就是等一下他会把六口放到最大的 然后就叫我如果你真的等不住就马上走 另一个镜头我好像上到四秒就真的等不住又走 而电影的导演彭顺彭发兄弟不仅仅对刘青云古天乐两位男士毫不守下留情 导演之一的彭顺对影片的女主角也就是自己的妻子李星杰也同样的狠心 距离就是有时候导演他是坐在楼下 他坐在楼下看那个监视器就这么小一个 他就觉得火不够大 可是我在我们在二楼的火后面放得特大 所以他就说能不能再放大一点 就有时候感觉是会想导演你想把我烧字吗 就那种感觉 那会就有骂老婆吗 没有啦就是 是打没有骂 就是会打了 就会问他说你刚才干嘛放那么大的火 你想把我烧字